彰化现在今天发生了一起坠谷意外 一名男子坐在八卦山上的东外环道护栏休息 不小心掉落到大约十公尺深的山谷 附近的民众是听到他的哀嚎声才赶紧报警求救 索性及时送医没有生命危险 受伤的下姓男子坠落山谷约十公尺深 消防队员先将他固定在单架 再以吊挂的方式慢慢将他拉上来 我在那里坐着休息 索性他的伤势并不严重意识清楚 早上八点他独自前往彰化县八卦山上的东外环道 在边坡护栏坐着休息时不慎跌落薄坎 三层楼深的山谷都是大小树木看不到踪影 直到路边民众听见他的哀嚎声才报警求救 下姓男子虽然多处挫伤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但他为什么一个人带着两包行李到八卦山上 警方还要调查 下姓男子 下姓男子